第四个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是不可取代的人 这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最怕的是这个人有没有 没什么差别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真的要到一个地步 譬如说在某些方面 我们有一些独到的能力 有独到的见解 这些东西让我们在这公司里面 很难被取代 不能说完全不能被取代 这是不太可能 但是很难被取代 这个地方我希望跟大家 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 你要想得到一个变成一个 不容易被取代的人 在哈佛的这个business school 做过一个study 这个study告诉我们很有意思 他说员工 如果一个员工 他没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长处 他就是很平庸的一个员工的时候 他排名是排在最后的10名 但是如果这个员工 他没有什么 他有一项突出的那领 他的专业很突出 或者他做什么事情很突出 那这样的时候 他就会排到前面的50名以后 如果这个员工 他有两项的突出的表现 他很可能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他做的软件 他写的程式写得非常好 除此以外呢 他也懂一些硬件的东西 而他有两项的专长的时候 他就要到 跳跃到25名以前 他如果说拥有三项的时候 他就变成19名以前 他拥有第十项的专长 他就变成15名以前 他拥有五项一项专长 比如说他可以解决问题 他可以解决冲突 他可以这个很好的表达的能力 他很能够说服别人 他就变成前十名的这个 所以说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职场上 我们希望能够变成一个很难被取代的人 我们不能够只有一个长处 我们应该有两个长处 三个长处 四个长处 常常我们长处是包括我们的专业的长处 加上我们一些可转移的 Transferable Skill 我常常讲Transferable Skill 是可转移的技能 什么叫做可以转移的技能 就是说你不管哪个专业都会用到的技能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沟通的技能 演讲的技能 这个影响力的技能 你可以谈判的技能 你可以解决冲突的技能 你能够分析这个问题的这个技能 这些东西都包括在里面 越多我们被取代的越难 那我建议大家怎么去做呢 我觉得这样 你先去看看 你在个第一步 你在某一个方面 你是不是够强 不够强 你应该加强 这是一个很低项的 第一个 那然后你就选择一个第二个 能够补充你 帮你的这个能力 更加能突出的 你去看看哪一方面 然后呢 你去练习去做 然后再往下面的一个一个领域的去移动 这些事情是我自己都走过的一些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行得到 你想想看 我跟很多的人都一样 我是从台湾来的 那到美国来念书 我的英语 开始你们只会听过演讲 就知道我的英语是很糟糕的 所以我就回到这个graduate school去 花了这个两年的时间 又去念英语 然后白天上班 晚上念英语 从头开始呢 不断不断的在改进自己 那我就开始下一面一步 我就开始学习演讲的技巧 演讲的技巧 你们也听过我讲的故事 我叫我的孩子 坐在地毯上面 跟我的太太 我就跟他们练习 练到一个地步 我孩子说 Dad, please don't punish us anymore 爸爸,你不要再处罚我们 我们只是在对你的演讲 没什么兴趣 那我到后来又只有去买一个全身的镜子 在家里面不断的练习 那一样一样的事情 我再提升自己 那我在学会谈判的技巧 我开始学会这个怎么解决冲突的技巧 我就自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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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去 所以把领域开始越来越扩通的时候 扩大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一个 indispensable的一个employee 当你变成indispensable的employee 你的visibility一定自然的就提升 好,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make yourself with a high value 一个很高的价值 不要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我跟大家讲 刚刚一个例子是一个姐妹 她的Linda 她的我就给她一个名字叫Linda 我不会给你她的真实的名字 她来找我 她来找我她的这个跟我来谈她的事业上的一些碰到的挫折 那她这个那个时候她的职位是一个经理 一个经理 那她这个部门出了一个缺 缺了一个是一个高级经理 senior manager 那她一看这个部门里面 她自己是年职最长的 也是最懂这个所有的这些 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 所以她心里想要升这个senior manager 应该是非她莫属的 她心里想 所以呢她就在等消息 等了消息以后 等到两三个月 然后公布这个职位的时候 senior manager职位的时候 他们结果公司决定 从外面部一个人来 并没有给她 她非常的希望 她告诉我说 她就是早上听到的消息 她下午就冲到她的经理的办公室 她非常不高兴 她说我要知道 为什么你们做 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是没有把这个职位给我呢 所以呢 她用这个质问的口吻 她的老板也觉得非常的歉意 apologetic的口气 那讲说 我要跟你解释 我也是要找时间 要跟你解释 她说因为这是senior manager的job 所以公司找了跟这一个职位相关的三个部门 四个部门一起来interview你 还有其他的人 结果我们碰到一个问题 我对你很清楚 我很认识你 但是其他的三位的这个Vice President 当他们当我们提到你的名字 拿你的resume profile拿出来看的时候 其他的三位Vice President都说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Linda 她是怎么样的人 就把她的脸转向Linda的现代的老板 so can you introduce一下 讲一讲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就知道 这些Vice President对Linda 根本就不是不熟悉的一个人 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做些什么 也不知道她的成就是什么 也不知道她在公司里面做了多少年 所以呢她并没有拿到这个职位 那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Linda如果说 不是只有埋头苦干的工作 她跟一些不同的人能够social 她能够跟更高层的人能够认识 彼此认识的话 我相信这个工作的interview的过程 一定是会得到的结果 是会给Linda 所以说这是一个 我碰到的一个很真实的 那这个Linda 我跟她在一起来counseling她的时候 后来她给我讲 她说对 她说如果我花更多的时间 我不是更多 我花一些时间在公司里面 我能够跟各个不同的人 甚至于高层的人能够打交道的话 我相信我就更能够得到这个职位 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 碰到的一个案例 我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跟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